部长 真的很高兴跟各位贵宾 我们的媒体的朋友们在这边分享 我记得我在8月 就是还在筹备数位部的时候 同仁就有跟我brief 简报这个技术跟艺术的结合 那当然我们知道艺术是引领 技术的话技术是要配合艺术 那所以呢当同仁告诉我说 这边是我们这个5G 它专网的一个最主要的 亚洲最大的这样子一个 实验的场地的时候 我就问说 那为什么不能够用WiFi 或者是以太网络 用这个前一代的技术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边是5G 所以同仁当时就跟我说 这个是用5G来守护5G 为什么呢 因为WiFi 我们知道它穿墙的时候 很容易寻找缺缓 或者是变得不稳定 那通常的做法 就是你打个洞 然后放个指向天线 或者是拉一个网路线 但是在这样子的场地 当然不可能这样子来运用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说 我们不管研发出 怎么样子的技术 包含5G的专门彰画等等 它是要按照艺术 这边创作所需要的 包含在不同的空间 有一个共同在场 空间共享的感觉 包含有多元的视角 甚至从演员的角度 或从另外一个非常 可以透过这个动作 比如说重新投影等等 都是看我们这些创作者 需要怎么样的技术 那我们再来结合我们的新创 几座创新的伙伴们 来研发出这样子的技术 所以我也非常的兴奋 想要看到说 我们这次的结合 会有怎么样子的产出 谢谢 谢谢陈部长的鼓励 我想我们希望可以邀请 网路政务市场 肖宗黄市长 过分次次